2018年9月15日,斯诺克上海大师赛半决赛全部结束,丁俊辉在9比7领先的情况下连丢三局,九道师遭获监斯绝杀,无缘决赛,赛后,丁俊辉没有为此过度沮丧, 表示比这烂的输球方式多了去了,丁俊辉还透露自己将放弃参加本赛季四战本图系列赛,丁俊辉惨遭绝杀半决赛中,丁俊辉一度9-7率先获得赛点,但此后霍金斯的完美发挥让丁俊辉错过了与奥沙利文之间的去赛,这也是继上赛季世锦赛后,丁俊辉第二次不敌霍金斯,对此丁俊辉评价的, 他这次打得比上次好很多,其实到最后就是一个机会而已,他抓住了自己的机会,我做不了任何东西,都是他打进去,一改制胜大,他最后那几局打得非常不错,丁俊辉并没有十分失落丁俊辉无缘决赛, 但很多球迷都非常失望,但丁俊辉却没有在赛后显得过分失落,谈及赛点后连输三局的输球方式,丁俊辉则半开玩笑的表示,比这烂的输球方式多了去了 众所周知,丁俊辉在8月8日喜得爱女,家庭环境的改变让丁俊辉需要重新调整自己的参赛方式 赛后的新闻发布会上,丁俊辉有意义地透露出了一个重要的决定,那就是今年他将不参加本土系列赛,丁俊辉放放弃参加本赛季的本土系列,大概一年的算式有22个左右,国内的比赛一般都会参加,剩余的比赛英锦赛,市锦赛,和大师赛,还有单赛季排名前8,前16,前32才能三个赛事世界大奖赛, 球员锦标赛和球员巡回赛,一年下来我觉得差不多,诸如本土系列赛,就不会再参加了,丁俊辉说道